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一看到年轻漂亮的女生拿着稍微贵一点的包包或者首饰 就会有人议论她 肯定有个有钱的男朋友 或者是个拜金女 难道女生不可以自己赚钱 心安理得地花自己的钱吗 难道女生找一个没钱没事业 一事无成的男人就是理所应当的吗 大家已经很不容易了 还要被指指点点 那我能不能说 另一半追求我是看中了我的美貌 她也不是真正的爱我呢 要真的这样较真 这个问题就陷入了死循环 你可以因为她长得帅 多精 家世好 有学历喜欢她 她也可以因为你的外貌 气质 学识喜欢你 这些可以罗列出来的东西 本就是大家的一个特点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些特点 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特别是金钱 上升到崇拜的高度 因为很多东西是你有钱也买不到的 但在亲密关系里 我也有我的崇拜 我不败金 我败爱 在三十而一里 我扮演的王曼妮 就是对这个问题 是有探讨的 我们的编剧老师 从角色的取名 就非常的有意思 王曼妮 寓意 want money 王曼妮在戏里面 她遇到了一个有钱人 梁振贤 毕竟在里面呢 我也是个看惯了有钱人的金牌贵姐 什么风浪我没见过呀 她是真有钱 也对曼妮好 肯定有人说曼妮 你看她找这么个男朋友 肯定是败金 但我真的不这么认为 你看当梁振贤不在上海的时候 王曼妮就想方设法地 到她在的地方 知道自己有比不上她的地方呢 就努力学习充实自己 感情里讲究的是什么 那就是旗鼓相当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不说你们也能够猜到了 肯定有猫腻呗 但是曼妮选择的是分手 而不是继续沉溺在这段感情里 王曼妮不贪恋她的钱 因为属于自己的 并不用贪 对于一个稀里稀外 都崇拜爱情的人来说呢 曼妮和我都想要的是一份 纯粹的爱情 这份爱从来就不是 曼妮可以衡量的 所以王曼妮 绝不是王曼妮 有人说 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像一盘散沙 风一吹就散了 要我说 没有纯粹爱情的亲密关系 是没有灵魂的 不用风吹 就算在一起 也是行事走肉 什么是纯粹的爱情呢 我很难说出来 但是我可以尝试形容一下 纯粹的爱情 就是早上醒来 如果我脑子里想到什么了 第一个 我就想和他分享 就像王小波和李银河一样 王小波给李银河的信中写道 你要是愿意 我就永远爱你 你要是不愿意 我就永远相思 他们的相遇 看上去是冲动而匆忙的 王小波第一次见到李银河就说 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李银河回答说 没有 他回答道 那你看我怎么样 这样的坦诚与纯粹 是不是就像童话里一样 但是呢 童话不是现实 现实里 纯粹的爱情太少太少了 所以 我还单身啊 因为我不败金 我败爱 肯定也有人会想啊 我又不是你 我要生活 爱情看上去和生活比 没什么合必性 但是我也不是生下来 就拥有一切的 也不是只谈过一次恋爱 但我的每一次恋爱 无论是在留学时 没什么钱的时候 还是后来 做了演员 成了现在的江书影的时候 唯一没有动摇过的信念 就是 寻找爱 有一句话 我想你一定听过 世界上 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看清生活后 依然热爱生活 看清了生活里 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烦恼 看清了 来来往往那些 不只是因为爱 而爱的人 看清了物质 确实会对生活产生 很大的影响 我想 我还是要这个爱人 不为物质 生活的爱人 剧中的王曼妮 不断充实 不断努力的样子 是不是像极了 我们为了一份 旗鼓相当的感情 而努力付出的样子 哪怕对方再有钱 我也可以拿我的精力 我的学识 我的努力 告诉所有人 我也不差 我又要说起 王小波给李银河写的诗 师弟说 和你在一起 你是我的战友 因此 我想念你 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 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 你是我的君旗 所以 对方有没有钱 和爱不爱 没关系 找有钱男朋友 跟拜金 也相去甚远 希望 我们都能够如愿 找到一份 有灵魂的爱 你有没有因为交往过 一个有钱的男朋友 就被人说的经历 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 想过 算了 找个差不多的就得了 有没有爱 不重要 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看 会听 会想 生活 不止一种选择 在某个瞬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